好人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人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今天我们再来玩江湖悠悠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稍微大家聊一下 后院以及我们的烹饪 很多人一直在问人月 人月你觉得玩这种游戏 面对一些不知道的料理 我们应该自己摸索 还是索性直接找攻略 当然这两种玩法各有各的好坏 找攻略好处在于可以快速摸清所有菜系套路 你不用一个一个市去浪费一些素材这样子 那自己摸索的好处是 你可以完整体验到这个游戏 他希望你体验到的内容 那当然 我自己原先是比较倾向自己摸索的 但是因为有些菜色我实在是摸不出来 最后就忍不住 去查了一下食谱的攻略 那食谱攻略的连结我会放在留言置顶 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去看一下 参考一下食谱的攻略 那其实这游戏他算是蛮好玩的啦 毕竟他的东西好像丢一丢就可以煮出煮出来了 通常看到这样子就知道说他会做不出好东西 那如果看到什么差一点点的 例如来个葱来个胡椒 来个小麦 代表说你少了一样关键的素材 加个鸡蛋也不行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吧 鱼生姜生姜葱或 鱼辣椒葱生姜都可以做出很好的菜色 那如果假设好了 我们今天随便丢 两个鱼两个鸡 看能做出什么东西来 那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劣直的一些菜色这样子 像这个劣直的智双仙 但是你随便做会做出很多食谱以外的东西 所以其实 这个游戏的料理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探索的 那作为曾经在天狱放下豪雨 说要成为云垂第一小当家的冷月 在这里自然也做了很多各种奇奇怪怪的尝试啊 像我们随便丢 就出来随便奇怪的菜色 鸡丝面 然后像可能丢个胡椒丢个鱼 看能不能变成什么胡椒烤鱼或什么之类的 你看 像这样随便丢 其实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菜色 整个在搭配上的游玩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一定非要查攻略 自己玩 自己摸索 真的也是蛮好玩的 那 他会给你主要几道食谱 就几个大菜的食谱 像一级有一级食谱 二级有二级食谱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在食谱里面 那他就是属于非食谱的创意料理 就变成说你要自己去摸索的 那食谱里面的 就是你只要按照正确配方来做 他就成功的做出来 那你也可以选择用批量的方式来定做这样子 直接可以快速的点 直接就可以快速的做出来 那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 在售卖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你看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 像什么白斬鸡 油条 僵尸酱 草 僵尸酱这种 那这种就是要靠你去花费你的想象力 想说他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再把它做出来 像是白斬鸡 我觉得应该是鸡加鸡加鸡加充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的 感觉挺白斬的对吧 那我们就读读看做出来是不是白斬鸡 结果是烤鸡 那就鸡加鸡加鸡加水 看做出来会不会是白斬鸡 还是烤鸡 鸡加鸡加胡椒加水 不会跟我讲这又是烤鸡啊 还是烤鸡 看来是鸡加鸡加冲加冲 或什么其他的组合吧 白斬鸡 白斬鸡会怎么煮 通常上面会淋上很好吃的那种 冲蒜酱 哇我真的超爱那个酱的 那个酱每次都吃起来很香 超级下饭 超赞 那从这图片来看 它上面应该是有加点冲的 那白斬鸡很明显 重点就在于鸡嘛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丢两只鸡 然后就把它拉一下 就做出白斬鸡了呢 还是烤鸡 好 我放弃了 我等素材多一点再尝试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给做出各种不同的 微妙微笑的东西 那这就是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乐趣 这样子 好 讲完冷月云垂小当家的梦想 上次没带大家看到后院 那现在后院开启了 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 后院呢 首先 有开物台 可以制造一些半装 让你的家变得更漂亮 自己成为自己家的室内设计师 那当然啊 都要拿到图纸才能够制作 拿到图纸之后呢 还要收集相关的素材 素材都收集好 组装 之后才可以使用这样子 那再来 江湖悠悠是一款主打放置休闲的游戏 可以种菜 可以养宠物 那当然 也可以种树啦 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都在种什么 一棵四子树 一棵极枝树 一棵水蜜桃树 那三棵看起来都很好吃啊 我很期待他收成的那一天 那像这边可以种树 那说到种树 就要堆肥啦 哪个农夫做菜不对 不是做菜 种植不对肥的呢 像这边就还有堆肥 那除了堆肥呢 这边是种植的部分 种菜种树还兼堆肥 该有的农家乐 你全部都享受到了 那农家生活总是难免无聊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招引 你可以放食物 然后时间到了 就会有宠物自己过来 如果是你不认识的宠物 觉得你没遇过的 那会提升他的好感度 好感度够了 就可以收养他 那如果今天被你吸引过来的宠物 是你自家的宠物 那很简单 他就是单纯来吃饭的 这个样子 那我家的猫是都饿死了是吧 我好像好久没喂猫了 对果然靠腰 平常太忙了忘了喂猫啊 我不是个好爸爸 我怎么没有喂猫 来吃饱饱吃饱饱 丢了这么多 你们等下应该也该吃饱了 好对没错 那这还就是我们可以喂我们自己家的猫 那我下面养两只 一只是月喵喵 一只是月喵喵 没有错 两只都叫月喵喵 一只是黄阿玛月喵喵 一只是山花月喵喵 反正都是月喵喵 你们一定很饿的赶快吃饭 乖乖快吃 好啦你们先慢慢吃饭吧 那说到农家 除了养宠物之外 当然也要养只鸡生个蛋嘛 每天吃颗蛋 头脑绝对赞 有蛋 当然就非常的重要啦 蛋蛋这么好吃 怎么可以不多吃几颗呢 所以养只鸡 每天拿个蛋 多吃蛋多赚赚 多吃蛋脑袋才会赚 那这个禅定 就是给你测试说 你在功法配置上有没有问题这样子 那么之后会再出一集跟功法相关的内容 那也会把我一些网路上找到的攻略放在留言处给大家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那我目前是用 哎那叫什么来着的 什么山庄什么山庄忘了 外面有点吵 我关个窗 没有错啦 我们的万圣节活动 外面应该是在万圣节 很多小朋友在外面 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的 那我下面是用这个 问九三庄的一些装备来做搭配这样子 那搭配我们的暗影门 用这两个组合来做搭配 都是走内攻伤害的 然后再来乌射 乌射就是一件你自己的内院这样子 那寻宝箱只要10等就可以开启寻宝啦 那目前还没所以就还不急 那这是我们目前有的一些宠物讯息这样子 好那这带大家看完了后院的一些基本内容以及 我们前院的烹调 像这边赶快玩一玩补一下心情 把我们的黄阿玛月喵喵 先把心情弄得美丽一点 好心情美丽了 那我们的另外一支月喵喵哪去了 我们的月喵喵 月喵喵跑去哪里玩了叻 躲在这里 难怪我找不到人 躲在这种地方谁找得到你啊 猫都很会躲啊 这真的 有时候看到自家养的猫躲到不见人影 都觉得啊 又再跑去闯了 好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到这边 准备结束啰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啰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拜拜